文化部补助花蓮县文化局从2021年执行再造历史现场花蓮县布农族族族领域复返计划 出版了《太平溪流域布农族族族溯源与传统记忆探索系列重书》 日前在花蓮文创园区举办了新书发表 除了记录族人重回太平溪流域列尼族族族族族的历程 也详细传承了布农族山林还有狩猎之事 花蓮文化局受文化部补助从2021年起办理再造历史现场 花蓮县布农族族族族领域复返计划 两年时间累积丰富成绩 其中包含出版《太平溪流域布农族族族族族族族溯源与传统记忆探索系列重书》 23日在花蓮文化组议产业园区举办新书发表 邀请作者与族人畅谈复返的干苦过去 它本来就是在森林中消失的一个部落 我们特别把令令找出来 那是我们第一次有心去把它找出来 所谓的这几年 你看到地图上所有的标点 那是我们一个一个的走出来 去把它从那个什么草丛中 一个一个的把它挖掘 把那个市场的文化跟历史 把它一个一个建立起来 也感谢到这个威智 去从历史的文件资料里面来做记录 我们等于将历史的重启跟现在的部落的 居后的欠缺的地点来交建给我们的下一代 而且藉由这本书之外 因为我本身也在学校教书 我们校长云南也到了 也充实了我们本土的教育课程 因为它是历史再造现场的延续案 那也是前瞻计划的延续案 那我们在这一次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计划 包括说我们从过去在加薪而已 现在慢慢扩散到太平区流域 也就是它不只是 它是慢慢建构车路不同的区域 那轮山这一块是因为 轮山这一块是因为 那个阿杜老师一直都在做 带年轻人上山这件事 那我们也觉得它在上山这件事 应该要被记录下来 而且它是由纸本去把它记录下来 跟让这个做两本书 一本是过程 但另外一本真正就是所谓的猎人知识 那这一块其实能够进到学校里面 让学生其实在学校就可以先理解 那真的未来跟得上山的时候 他可以知道山里面的故事 跟我书里面的东西怎么样去对照 那所以我们其实很感谢老师这边 就是阿杜老师这边愿意 就是把这件事情这样记录下来 此次新书是布农族旧社领域复返计划成果之一 重塑一套两本 《奈妮回列宁》 《太平溪旧社生活踏巡》 描述族人多年往返列宁寻根的历程 有作者之一阿杜尔多年访谈长辈 取得口述的珍贵资料 《马拉斯达邦不农少年狩猎笔记》 这是一本虚实交织的绘本故事书 以太平溪流域的山林为舞台 透过不农少年的视角 讲述关于狩猎与山林的知识和经验 采判让更多年轻族人与国人读者 认识太平溪流域的人事史 与近百年前的主居地建立深一层的连结 记者长方言 华林师报导